大家好我是怪修缠 这个视频呢咱们做一下图解大盘 咱们呢先给出两个核心的观点和跟踪视角 第一个观点的话呢 当前在3150点附近 那么上方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呢是压力比较重 那么上方压力重重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如果说没有新的更大程度的利好 包括呢方量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向上的难度在增加 那么向下回落的可能性在增加 这是一个视角 就从压力支撑的一个维度来进行看待 而且呢早在前面 一个月前 咱们讲到上方31500到3200 也就是那上方这个平台的区间 31500到32009 一个在3200点一带 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压力区域 这个位置想要越过去 那么它需要什么呢 需要持续性的明显的带量 有这样的外力 它才有可能进一步的突破 如果说呢这个量能没有体现出来 那么呢 欲靠近压力欲谨慎 这是从压力支撑的视角 第二个层面来讲的话呢 观察五分钟的走势结构 后面呢如果说给你五分钟的三连买点了 那么呢短期还能够多玩两天 多跟一跟 如果说呢五分钟的三连买点没有给你 那么对应的话呢 防范 反向运动 好 这是两个核心的一个观察思路 那么我们来看啊 当前从日线层面来讲的话呢 那么 上方压力比较临近 而且的话呢 整体市场概念还属于存量的一种特征 只不过呢 像连续像 上周四上周五连续的这样的实际星 然而今天上五盘的话呢 也是这样的一个收心 也是这样的一个小阳星的一种状态 那么呢 只不过当前它是稳在五均之上的 所以说呢 对于 大家可以取一反三 对于大盘也好 对于不同的板块指数也好 如果说它的一个状态 能够把前面的顶分给化解掉 并且稳在五军之上 你可以沿着五军谨慎的去跟 这是咱们前面的上周 上周 上周多次表达的一个节点 如果说的顶分没被化解 后面的一旦收在五军之下了 五军都收不住了 那么对应了及时的 采取防守的策略 或者是规避风险的策略 那么当前呢 主要说还在五军之上进行震荡 那么指数的话 还是属于维稳的一种 就是才是属于偏稳的一种态势 好 这是从当前看五军 人呃 从五分钟的残论结构来看的话呢 他前面是属于五分钟的中枢震荡 始终呢 没有给你五分钟级别的三连买点 那么当前的跟踪视角的话呢 依然可以用五分钟的中枢 来作为跟踪的一个视角 什么呢 前面是一个五分钟的中枢震荡 那么五分钟的中枢震荡的话呢 那么从五分钟的结构来去看待的话呢 第一 他的背词关系没有被打破 这个背词的话是指向上的 离开和前面的基督段 他的背词关系没有被打破 而且呢 向前面从3153的位置回路 他直接的把五分钟的三连买点给破坏了 就是呢 五分钟三连买点不成立 那么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动作的话呢 考察的一个级别 第一 这个位置 前面的高点也就是顶分 日线的顶分的顶 以及呢 前面的高点3153能不能运过去 如果说不能运过去 他实际上还是五分钟的二迈的一个位置附近 如果说能够运过去 那么对应的对比这一段的上涨和前面是否有背词 以及这一段的上涨和前面的基督段是否有背词 有背词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他还是容易触发五分钟的一类卖点的一个视角 那么什么是强的 如果说打破背词 后面的回落不进入五分钟的中枢的上涨 这就属于给三连买点了 如果给三连买点的话呢 最起码短线的话呢 还能够多玩两天三天 期待一个五分钟的回落之后呢 期待一个五分钟才能上 就是后面对于三中指数的观察视角来说 四开 那么观察他后面顶前面的顶分3153能不能运过去 以及那五军能不能锁得住 锁得住 那么最起码的短线的视角 低级高炮的视角还能去跟 如果说呢一旦把顶分给收在五军之下了 那么对应的话呢 就要防守就要谨慎 那么从长连结构的话呢 就以五分钟的结构来去观察 那么向上的话呢 能够打破背词 向下的话呢 五分钟的三连买点 是否触发 触发的话呢 多玩一天两天三天 不触发的话呢 那么一项呢 向上没有打破背词 那么呢最起码你不能去追 回落的话呢 如果说也没有给你三连买点 那么就要什么呢 就要随时采取防守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好这就是对于大盘两个观察视角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从创业版纸的一个维度来去看待 从创业版纸说的话呢 那么当前前面的是一个顶分 强顶分破五军 那么连续的小阴小阳星 小阴星小阴小阳星 还属于一阴不破 还属于一阴不破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状态 是属于上的一个弱势 增荡的一个范畴 弱势增荡的范畴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当前可以用一阴不破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看待 什么意思呢 他没有把这一根 5月24号的这根阴线 给覆盖掉之前 当前的话呢 他属于这样的一个 偏弱的一个 跟踪的一个视角 如果是用长连结构的一个维度 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当前他是可以作为 第二个五分中枢震荡 但是呢 反弹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 他是属于五分钟的 作为五分钟的级别的二来卖点 甚至呢 逐渐新的中枢露 甚至呢 以前面的高点作为观察点 那你做一个反向运动 这是完全可以的 所以说当前呢 对于创业版的一个跟踪 节点的话呢 是属于一大的环境 一定是存量 局部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他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下行通道的上沿位置 我们来看 把前面的这样的一个 高点和高点相邻 下方地点和地点相邻 这个位置的话呢 前面尝试突破 但是量能没有跟上 量能没有跟上的话呢 那总体来讲高点还是属于不断的抬积的过程 那么这个位置的回落 回落的话呢 那么下方守的是五分钟的中枢上沿上方的话呢 一阴这个前面的阴线没有强反暴 那么对应的话呢 当前是属于这样的弱势 真浪的一个范畴 好 这是对于创业版指数的一个观察视角 那么中上所数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于指数来讲可能是稳 还最起码还是属于震荡的一个范畴 但是对于板块来讲 已经呈现一定的 分化或者呈现一定的 一些板块呢 已经从四月二七号到当前的五月三十号 实际的话呢 很多板块 不管是强是弱 他已经反弹了这样的一个月的时间 在反弹这一个月的时间当中 有些板块已经呈现了 是上涨力度衰竭的一个呈现 所以说呢 当前按照咱们刚才讲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去跟即可 化解顶分收五军之上 沿五军去跟 短线视角的话呢 还可以谨慎的去跟踪地球高高 如果说呢 顶分没有被化解 或者说呢 收在五军之下了 那么就要防范 那么从大盘的视角来讲的话呢 就是用五分钟的长领结构来讲 后面观察向上 能够打破被磁 向下 五分钟的三里来点 是否触发 触发了都玩两天 没有触发的话呢 那么 即时的谨慎 向上打破被磁 那么的话呢 化解风险 没有打破被磁的话呢 对应的 最起码呢 你不能在反强的过程当中 无脑距追高 而是的话呢 具体板块 具体分析 具体个股的话呢 接触 常论买卖点的视角上去跟了 好 这是咱们今天 图解大盘的一个内容 仅供参考 无作为交易依据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再见